我只是不能排除 她是那边派来的人 那就更得让她来试试了 丹妮姐 我先回去了 明天再来看你 我只是不能排除 谢谢你啊 雷总可是不把男人 当做人生目标的女人 不把男人 当人生目标的女人 所以不结婚是当小三吗 我就没打算 让她当莱斯利的助理 你知道的 我的宝宝没爸爸 就算两个月之后回去上班 我也必然会分心的 就当我提前给自己找了个助理 你现在帮她 你是在帮我吗 那个女孩一看就有企图性 雷斯利绝对不会允许 有一个可能有问题的人 进入我们团队 而且 就算你想让她帮你占位子 我觉得也不是好的人选 你怎么那么肯定 她就能帮到你 不管怎么样 她都救了我跟宝宝 我看她做的资料了 还挺不错的 我觉得你也可以看一下 不管她面试表现怎么样 我都希望你能够再给她一次机会 听说你想来木兰说上班啊 我去面试当然是想去上班啊 我没有通过你的入职申请 也拒绝了阿严在你的秋情 你可能会自己会不会 邓家男职场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靠走后门脱关系都会长得 我理解木兰说企业文化 她不是随随便便教女孩子们穿名牌 而是让每个女生都变成名牌 就像阿严姐和雷总那样 阿妍 阿妍嘱咐我 给你准备的咖啡 阿妍不在这几天 我觉得我都像失恋了一样 想找到阿妍这么一个 事无巨细的助理 太难了 这两天你就凑合一下 我来给你当助理 怕委屈你这个冷面门神呢 昨天那个小女孩看着挺灵的 怎么没用啊 她不行 我觉得她企图性太强 有企图性不适合做女朋友 职场还是可以的 治不强则治不达 没听说过吗 怕她企图你的位子啊 不是 我只是不能排出 她是那边派来的人 怎么说 那天在咖啡厅 我发现她在偷拍你 只不过没有找到证据 那就更得让她来试试了 行 您不是特意嘱咐 不要那个沈佳南的吗 部门缺人 心人不稳定 多备一个 有什么问题 没问题 听您和雷总的安排 佳南 我回来了 回来了 吃饭了吗 我打包包包吗 一边帮你都来吃